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事件11月2日 在此前的一日晚间 南州公安西里河分局紧急通报提到 11月1日13时43分 南州市公安局接群众求助警情 曾有二人在西里河区上西原家中昏倒 其中一名儿童无夫妻接警后分局局派警到现场处置 写众协助群众议13时57分将二人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儿童抢救不效死亡 一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深密挺着评论经走访调查 现场勘察及死者血液检验鉴定 为石油液化气躁 造成医药发探中毒死亡 而在此前的网络资讯显示 南州市七里河西原街道附近 由于小孩妈妈摔倒 三岁孩子受到了惊吓而倒地休克 由于疫情过度防疫 社区工作人员不让家人带孩子就医 最终孩子错过最佳救治时间而死亡 当地网友提供的现场画面显示 在一个建筑门口有一个非常着急 抱着什么急忙要赶出去 可是疫情身穿白色严格服装的民众挡住 并且要求涉事男子必须马上回气 男子现场非常的气愤 最后又有其他民众帮助涉事男子出息 可是现场又来了大庭的政府工作人员前来阻止 随后涉事男子只能痛心 另外有当地另外的民众提供涉事男子所在的涉情的资讯提到 11月1日甘肃南州七里河区上西原小区 一个三岁小孩因野蛮疯恐延误救治而死亡 孩子后母亲在家中滚倒 其父亲找社区报警打120都求救无效 勇敢的居民看情况危急上下 靠上小孩冲出手去打了出租车送到 一种孩子抢救无效其母得救 此次激起民愤后 万方除了打压收集和造谣 还派出当地的防卫特军前往镇压 针对此事我们找到有关分析人士提供评论提到 自从习近平连任成功 李强高僧在中国的官场的一条 征官发财规则就被公开了 那就是间接的执行动态清零政策 无论什么事没有防疫重要 用民间百姓的话说 百姓不管怎么死了都不能死在 冠冠上同类事情在上海发生过 在新疆发生在中国各地都是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上海有一伙英女子 叫其酒鱼结果因为相关防疫要求 被不得不在医院门口流产 还有人因为饿得太厉害了 出去买馒头被大白猛打事件 与其有关南州的疫情 即日南州当局通报提到 11月1日零时至24时 新增不症状阳性个案51例 其中西里河区29例 滕关区21例 西谷区1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